时隔两年,英伟达终于发布了新一代的RTX显卡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看了昨天的3080公版性能解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相对更容易购买得到的非公版3080 新一代显卡新增了非常多的新特性 不少媒体在昨天的公版首发测试中都有解读 我这里挑几个与性能和搭配平台选择相关的特性做针对测试 比如显卡工作在PCIe 3.0和4.0上会有多大的差距 RTX和DLSS技术进步多少等等几个方向 先来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为了保证其他硬件不会成为测试瓶颈 这里选择了全核超频至5.3GHz的10900K 还有16核心锁定4.4GHz的9960X和锐龙3950X 用来对比PCIe 3.0和4.0的影响 主板方面选择了三张ROG 为超频而生的APEX系列 分别是M12A和R6A 两者还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比如同为异形的PCB 为了提高超频效率而减少数量的内存槽 都针对极限超频做了特别优化 使用DIIN.2安装固态减少延迟等等 锐龙这边搭配的是C8i 久违的纯选Impact DTX版型超频同样也很给力 带16核心超4.4GHz轻轻松松 不知道下一代锐龙会有多少核呢 内存使用的是Zadak全家桶 搭配10900K和用4266频率的Spike 保证内存频率不会成为瓶颈 剩下两个平台用的是3600MHz的Twist和Moba 虽然没法保证两个平台的变量完全一致 但是也能顺便看看这三种平台搭配3080的表现 三个平台的散热部分是由九州封城统一承包了 固态统一采用的是PCIe 4.0的十全冰雪女神ET版 在Intel平台的时候会工作在3.0模式上 新显卡有一个颠覆性的特性 简单来说就是允许显卡直接读取固态里面所需要的数据 得益于PCIe 4.0的高速通道 这样比起先让CPU从固态里面抓取数据 再发送给显卡效率来得更高一些 就能实现类似新一代主机平台宣传的那种 切换不同游戏时能无缝运行的效果 不过这一新特性还得明年微软系统更新了之后才能支持 当然有预算的也可以直接选择4.0固态站位来 显卡这次参与测试的有三张 一个是老环清点的2080 一个是过气旗舰2080Ti 还有这次的主角RTX3080 这次参与首发测试的是华硕的TUF O10G Gaming 说起TUF可能有些年轻的玩家不太清楚 在英特尔J170平台之前 产品力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 一度成了威胁到ROG的存在 怎么办呢 砍 于是重新复述的TUF就成了华硕中低端的定位 TUF显卡的用料散热都成了玩家嘴里面俗称的盖板 这次的TUF3080给我的感觉是焕然一新的 新的logo 新的造型设计 显卡上覆盖的装甲不再是之前的工程塑料了 都换成了金属材质 几种处理工艺结合起来 整体看上去质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3个9毫米风扇造型看起来跟猛禽2080Ti是一样样的 2.7朝后的散热模组使得显卡重量接近1.4千克 1785MHz的出厂频率比工板高一些 在开放平台测试满载温度在61度左右 看起来这个散热模组不只是用来对付3080的 放进联力O11杜烙镜面特别板里面风箱烤机测试 核心功耗平均333瓦 温度仅增加了1度 核心频率维持在1930MHz左右 这次TUF不管是性能表现还是颜值都超出了我的预期 你们觉得呢 再来就是关于电源的选择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锐龙漆或者是IC数理器的话 搭配的电源最好是750W以上的 我发现不少人存在一个误区 以为选择1000W的电源 耗电每时每个就是1000W 实际上整机功耗用多少才是多少 一般电源负载在50%的时候转换率是最高的 也更精英 以这次选择的海运GX1000为例 400W以上电源风扇会停转 这次3080的出厂TDP大部分在320W左右 甜甜圈单烤显卡的时候 整机功耗来到了450W左右 所以想保证平台稳定运行的话 建议选择极限超载上线高的电源 或者是尽量大瓦数的 测试显示器这里也提一嘴 来自LG的27GM950 拥有4K144刷新率加Nano IPX的顶级组合 毕竟显卡都这么强了 肯定不能满足于普通的4K60帧啦 后面再给大家做单独的测评 先来看看3080理论性能部分 通过EDA644测试 3080使用了最新的GDDR6X显存 在显存拷贝 FL OPS I OPS等几个项目上都大幅领先2080Ti 有几个项目甚至是两倍领先于2080 在著名渲染器V-Ring机枕测试中 这组成绩让我非常的意外 3080的得分领先2080Ti近91% 是2080的2.35倍 这幅度可以说相当可怕了 我还特地多测了几次 发现得分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达芬奇RAW测试中三者的差距又不大 准备测试另外一个著名的OC渲染器时 发现3080暂时不支持基准测试 转为Brander GPU渲染测试 在光线更为复杂的发蓝渲染中 3080用时比2080快了2.4倍 比2080Ti快了1.9倍 绵羊场景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这些都是专业生产领域的测试 相信大家更加关心3080的游戏性能 先来跑个分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真实游戏性能的3DMark 光线追踪基准测试中 3080能达到老黄发布会所说的 等同于两张2080性能 但DX11和DX12中并没有取得两倍的得分 跑分领先2080Ti分别是27%和18.3% 再来对比下3DMark里面开启光最后DLSS的功能测试 可以看到3080即使没有开启DLSS 帧数已经接近打开DLSS的2080Ti了 打开DLSS之后和2080Ti帧数一样涨了40% 我们再到游戏里面测试一下DLSS的效能涨幅 在光追游戏控制中 开启RTX加DLSS之后 3080和2080Ti的4K帧数涨幅分别是24%和12% 古墓丽影暗影里面 3080和2080Ti在开启DLSS之后 4K分辨率下都涨了18帧 2K分辨率下分别是17帧和10帧的涨幅 在另一个光旧游戏《飞香月球》里面 4K分辨率开启RTX加DLSS之后 2080和80Ti的平均升都有所下降的 而3080开启前后的性能差距并不大 在我的测试结果看来 RTX加DLSS还得更多的游戏加入支持 并且持续的优化 才能让这个舞台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PCIe 3.0和4.0的性能差距 经过几个游戏不同分辨率的测试 基本上处于互有胜负的状态 网上谣传的性能差距巨大陀陀不实 随着分辨率越高性能影响越小 前面也分析过 PCIe 4.0在当下是属于战位来的状态 显卡瓶颈远不及处理器和游戏优化的影响 所以购买新显卡没有必要一定为了PCIe 4.0而纠结 当然了 还有世代酷睿或者是更老平台的用户 我建议是有预算的话 全部一起换单会更好一些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三张显卡的游戏性能对比 还是古模无敌影 3080相较于2080Ti平均帧数有33.9%的提升 比起2080分辨率越高 涨幅越大 在彩虹6号战争G75 黎明时分里面情况也是类似 在2K 4K分辨率下 3080表现出来的性能确实是能打两张2080 但孤岛金黄无理只有4K分辨率能有较大的提升 CSGO和极限竞速里面的帧数涨幅就相当的夸张了 相较于2080Ti 帧数涨幅达到了40.9%和59% 总的来看游戏帧数方面 要想达到老黄发布会所说的顶两张2080 游戏分辨率越高 平台瓶颈越小 差距才能明显的体现出来 如果说2080Ti是能保证高特效下4K60帧游戏的话 那么3080在4K高特效下就能提供高帧率的流畅体验 1080P对它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了一些 但目前市面2K分辨率的还没有普及开来 普及4K还是任中道远的 相信接下来的3070会是一个不错的节点 得益于新的安培架构和全新的GDDR6X显存 这次3080的性能提升还是相当可观的 特别是在生产力方面以及4K分辨率的游戏表现 但升级的光追核心和DLSS还得更多的游戏加入才能进行发挥 这也反映到了这次显卡定价上 相比起上一代20系的售价 这一次30系显卡的售价显然是想让更多玩家加入到RTX阵容中来 玩家技术增多了 游戏厂商自然也会跟进支持起来 才能形成一个市场的两性循环 而战未来的PCIe 4.0和RTXIO这类类似新一代主机才有的特性 在我看来也是想留住玩家 增加在家用机市场的竞争力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中发表你们的看法和见解 看首发来接了 我是YES 我们下期见